这一题来看一下 其实说Pandas很好用 功能超强 什么都有 但问题就是说 它所有东西都必须要程式来解决 也就是你要写程式才能做出 像Excel里面的功能 OK 所以Excel很简单 好处Excel是滑鼠键盘可以做出来 像数据分析表 你拖拉就可以 产生你要的数据分析表 数据分析图 但如果在Pandas的话 哇 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Pandas的第一件事 你如果要做任何处理之前 你变成你一定要先产生 一个资料形态 叫做Data Frame Data Frame有点像Excel里面的工作表 的一个表格 但是那个Data Frame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在记忆体里面 Excel好处是看得到 OK 所以差异其实这蛮大 所以以前如果习惯Excel 突然间这样 用程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那可能 你还是要必须要慢慢适应 那首先的话 以这一题来看 你可以看 我们刚刚下载那个 那个CSV档 其实基本上就长这样 你可以看到在Excel里面 CSV 它的架构 基本上就是什么 上面不外物就栏位名称 有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它的 应该算是它的Key吧 那这个就是它的资料 那在 那个什么 Python 那个 这个Pandos里面 它必须要把它拆成三个部分 我们前面就被强调了 就是说 第一个 你这边的话一定要是Colon 上面这个是Colon 就是它的栏名 第二个的话就是Index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Data OK 才能组成 我们要的这个Data Frame OK 所以这一题 假设说 它今天希望 把这个资料 读进来 它在理论上考试的时候是提供 这个档案给我们 可是实际上我发现它这个题目 好像没有用到这个档案 所以不是考你把档案读进去 而是要你直接建立 不过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考试的话 它已经大部分的程式码都给你们了 大部分 比如说 那哪些提供 哪些不提供 其实我还特别帮各位做了一点事情 就是说 你们可以看一下云端白板 比如说这个解答里面 第30页 哪些是将来填的 就是黄色 你可以看右边 右边的部分 就是绿色的其实就是它将来空下来 就是你要去 去填答案的部分 比如说第一个 这边应该有 input什么 input pandas as PD 不过我觉得这不合理 我都不想要缩写 因为pandas就几个字 你还缩写成 PD 而且有时候我不一定要PD 我叫PA 对不对 可以 可是问题它没有 它考试又不能 不按照它的答案给 如果考试 我说考试 那如果你平常自己写 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只要是不要bug 就OK了 所以考试 跟自己写是两回事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是把它拿来当成是练习题 所以我们暂时先不要管 那个考试的部分 暂时 但如果你将来 你 哎呀 PD 因为它后面有PD 对 我觉得它 它其实这边有PD 对没错 你不能说自己在改 底下把它改成PA 不行 OK 而且很奇怪 明明 而且它这个题目很好笑一点 就是 底下其实都有答案 你就看下面知道上面要加什么 很多地方下面都有答案 你就上面把它填上去就好 然后其实你说填空的地方多嘛 其实也不多啦 就这些而已啦 所以你说拿这个证照 我实际觉得不会太难啦 因为我觉得 你即便完全不懂成是的人 你把它背一背 就这么几个字而已嘛 最好当然你如果有一些概念更好 因为就比较好背 因为你都懂 像我是自己都懂 我考试是 好像考九十分钟一百分钟嘛 那我不到十分钟 我假如要考完了 真的太简单了 才四题而已啊 就大概已经 而且题目就这么多嘛 你又把 而且 大概该有的 像这些都很直觉的 OK 然后很快就做完了 然后 不难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拿这个证照 我觉得 可以 考虑看看 反正至少是一样证照 OK 是第三方公证单位出的考题 然后你考过了 至少是个证明吧 OK 有跟没有还是有差啦 我是觉得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所以待会请各位 练习就是说呢 把这上面的程式 我们先按照它的需求来作答 所以第一个啦 当然这个 它已经帮我们建好这个Data Frame 所以我们只需要 然后 待会请各位呢 就是把这个题目 二十九月这边 先把它复制贴过来 那这一题的话 总共 第一个我底下这边 我先让它print什么 print它DF好了 就是Data Frame 这个Data Frame 它底下我先注解 不让它执行 所以呢 首先当然它会需要产生三个东西 三个 第一个Data 所以Data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是用二维的串列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第一列成绩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叫 第一个是应该小林 小林的成绩 75 6 12 等等等等 然后总共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然后index的话就是那个人 然后colors的话 就是哪些科目 所以总共有五个科目 OK 然后呢 最后呢 如果你要拿 拿来做运算的话 那你一定要把它变成Data Frame 所以这边说 最后把这个DF 产生一个DF的物件 把它print出来 所以第一个部分呢 它考的第一个题目 就是帮我们产生这个东西 叫做Data Frame OK 那第二个题目的话 它要我们做出什么呢 这边总共有几个学生 总共有四个学生 它希望说你列出尾巴的两个就好 哪两个 小橙跟小美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小橙跟小美列出来的话 不要全部 现在目前是DF的话是全部 那你只需要怎么样 你只需要用一个语法 叫什么 DF里面呢 有一个function 叫做tail tail应该说没什么 尾巴的两个 所以如果tail二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print的话 那就会是尾巴两个 OK 不过它还好它没有变化 里面它好像题目都固定 不过如果不固定 哇靠各位 请你列出前两个 那怎么干 它既然是tail 那它头两个应该怎么想 都乱猜也可以 head head to 没有变成红字 执行看看 对 head to 就OK了 所以它语法还蛮值 那如果假如 中间两个 有没有 头 尾巴两个tail二 前两个就head to 中间 中间有没有mid to mid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 其实我 找过了 没有 如果你假如是要中间 头跟尾是比较简单 但如果你要中间的话 你可能就要用另外一个function 叫做i-local 这个 这个 这个的话 就是你必须给它一个中瓜 然后告诉它说 你要哪一列到哪一列 逗点 哪一栏到哪一栏 那我如果要 一列从零开始 所以哪一列到哪一列 中间应该是 0 1 2 所以应该是 跟那个range一样 从1 到多少 停下来 我要1跟2 到3停 所以是3 1 这个是列 就是 它会取第一列跟第二列 第三列不会 OK 逗点 然后 拿起蓝 那如果你要全部蓝的话 很简单 加一个冒号就可以 冒号意思说 全部蓝 好 我印象中应该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取头跟尾 也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你要取中间 就比较麻烦 就你可能要记一个这个叫i-local 这个 这个函数 然后我试试看 执行一下 那应该理论上取什么 小黄跟小橙 执行看看 有没有 小黄跟小橙就出来了 OK 应该懂这意思了吧 那如果说 所以你们注意一下 那个蓝后面是哪一蓝到哪一蓝 所以如果假设 你不要全部蓝 你要哪一蓝到哪一蓝 一样嘛 你就是 0是第一蓝 那总共有5蓝 所以0到4 所以你看你要拿几蓝 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取尾巴蓝 所以那个i-local 这个还蛮重要的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排序部分 排序把它 排序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就是用force的value 然后呢 预设是 ascending是排序 预设的话呢 等于true true的话是1 force你打0也可以 0的话 我们考试应该是force 没关系 然后呢 它就是把它反向排序 然后只取自然这个的成绩 所以你会发现它就取自然的这个成绩出现 而且并且帮我递减排序 OK 那最后的话是变更成绩 并且把所有东西显示出来的话 如果说呢 你要变更成绩的话 那你要再学一个 叫做lock 这个凡数 那你想说老师那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用i-lock 其实也可以 两者有什么差别 i-lock 其实顾名是i应该是index 指的是数字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加i的话 就是文字 OK 所以自己改一下 比如我要改小黄的英文成绩 改完之后呢 再帮我列出来 所以呢 列出来的话这个地方 用lock的话就是小黄的所有成绩 把它列出来 那这样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 主要就是学习 怎么样先建data frame 然后再把需要范围的资料取出 并且变更资料之后再输出一次 那你将来也不一定要输在画面 你甚至可以把它存档 你一样可以to itself 做完处理之后to itself存档 这样OK 好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前面就是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爬虫 告个段落 然后又延伸多讲一个实例例 然后 尾巴就开头讲一个症状口识的三例议题 所以下一次上课 请各位回去可以先把那个 第三类跟第四类稍微预洗一下 所以下一次有两次上课 主要是针对第三跟第四类做说明 OK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